第1991章时人红雾海 举世时间还没有到 地宫的入口还没有打开 而这段时间 韩非也不知道到底是前来闯地宫的所有伴王的狩猎盛宴 还是这里原生生灵的狩猎盛宴 但总免不得一阵疯狂的厮杀 待到所有人离开之后 韩非这才晃晃有优地往更深处闯去 韩非在琢磨 在这里是不是会遇到其他仙宫或者百妖族 海底人族的屁海竞强者 因为这些人自负实力强大 往往会向中心范围靠拢 而越往中心范围靠拢 遇见的几率也就越大 至少韩非是这么想的 而到底这片海域的中心在哪里 只需要看着周围的环境色彩就行了 环境中红色越多底色越红 就可以判定为再往中心位置靠拢 这不韩非想都不想 直接一掠数千里 只是韩非的身影刚一出现 羞羞羞就看见一片黑色毒刺朝着自己抱射而来 韩非一瞅 不过是一只高级尊者镜的海胆而已 这种境界都敢对自己出手了 韩非都懒得理会 屁海镜的速度 岂是高级尊者镜能够理解的 哼随着韩非一声冷哼 恐怖威压轻压 那只海胆直接就给压成了一张面饼 连带齐神魂和肉体全都爆裂 死得不能再死了 韩非并未在意 只是以为地宫逆动 对这些海洋生灵产生了某种力量作用 使得这些生灵开始疯狂 之前都能感受到自己可怕 现在就感觉不到了 实际上 果然不出韩非所料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生灵过度兴奋的原因 即便是面对韩非 有些生灵 还是敢选择攻击 当然了 是有选择攻击 而非全部 可能是有些生灵兴奋的比较彻底 已经疯狂了 所以才会对韩非出手 只是 这些会主动会韩非进行攻击的生灵 并无伴王静 或许是自己没遇到 或许是伴王静有一定的自我意识 反正 在韩非再次深入此间百万里后 沿途零零散散击杀的生灵的多大十几只 他发现 越往内 会主动攻击自己的生灵也就越少 此刻 韩非脚下躺着一池崩碎的螃蟹 他所在的环境 整体色调都已经偏红 意味着前期那些五彩斑斓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所有颜色 多为红色或者相近色 色彩明度低 整体显得十分昏暗 有些雾中的霓虹城市般的感觉 这红雾之海深处 还出现了许多灵力繁杂的岩壁 可以用怪石灵巡来形容 韩非手抓航海万象仪 他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入口 只是航海万象仪并没有动 韩非一见如此情形 撇了撇嘴 直接盘坐 在入口没出来之前 自己盲目的乱找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中心区域 自己应该已经到了 至于为什么没有遇到其他王者 可能他们根本没进来 也可能这里无法感知 大家就是没遇见 实际上 红雾之海外 此时此刻 三十六悬天的各大先公的伴王进抢者 正在进入 地宫探索 真正有多抱团 那是不可能的 即便要抱团 那也不是现在 而是在地宫内部 以人类 海妖 蛟人王族 海地人族的形式进行抱团 此刻 所有人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找入口 所以 三十六悬天的各大船只 相对来说比较分散的 因为这一次可不仅仅是有伴王进抢者进地宫 有不少先公之主 同样也要进地宫 比如 玄女来到红雾之海外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停留 直接喝道 所有人 随本王一起进 进入红雾海后 各自分散 寻找入口 是 玄女大人 万毒天 黄界同样率领重伴王 直接杀入了红雾海 只听黄界道 一个个都给本王听好了 这里其毒众多 但是千万不能贪 你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收毒 而是来成王的 一旦辟海 你们将有十万年乃至更久的时间去研究毒之一道 主次必须得分清 是 老祖 而另一批人 太清无极这边 收视就浩大了许多 太清无极 邪金屋 之梦 武行 狂师等先公 一起出发 名义上看 是太清无极作为三十六悬天首脑级别的先公 照看其他先公 为的不过就是让这些先公归附在他们身边而已 实际上 一旦进入红雾海 依旧是分岛扬镳 只有这些人进入了地宫 才有机会再度汇聚在一起 但这种方式在某些独立先公看来就极不可取 宝贝有限 资源有限 先公内那么危险 到时候抢到了资源算谁的 现在他们看起来和睦 到时候和不和 那就不知道了 太清宫的无对手 无极天的李星恒 这些种子行强者 极有成王之姿 一个个可谓是身怀重宝而行 这一回 他们忽略了韩非 没有一点要在这里狩猎他的意思 就连北洛城都没有这也想法 因为这片红雾之海的范围太大了 天知道韩非会从那边进去 就算他们的感知家范围很大 可以找到韩非 但是那又如何 韩非的速度他们见过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百妖族和海底人族那边 有王者领队 几乎在说同样的话 凡入地攻者 没必要进行无谓的战斗 讲办法成王 是你们唯一需要考虑的 成王 大于一切 而暗中 从红雾海的各个方向 常有一个又一个小队的散修伴王 冲入其中 甚至 还有一些长得极为古怪的人形生灵 也在冲入若韩非在此 一定会认出 这不是具受益脉吗 教人王族那边 夏洪竹尽尽力红雾海外 他的力量透过红雾 和红雾海深处的一道无形力量碰撞 翁一股猛烈的浪潮 立刻席卷红雾海 海面之上 怒浪滔天 夏洪竹不禁收回力量 只听他道 分不清那是什么力量 但并一定就是活物 看来这地攻势真 而且难度颇高 我很怀疑 屁海静静去 恐怕根本没法走遍整个地攻 掌控地攻珠宝 纯黄点 不知道 没去过 李清帝 里面的确危险 我最后一次进入 遇到了一只断手 当时 我自认已达屁海最强 仍旧只能勉强从那只手下逃出 差点陨落其中 夏洪竹不禁看向李清帝 一只断手 李清帝 嗯 一只可以依附在旁人身上的断手 正当夏洪竹微微愣神之际 一艘大船横行而来 毫无顾忌 那是武帝城的战舰 武王立于船头 但不用武王说话 就有王者喝道 所有伴王 随本坐入洪雾海 武王对此仿佛并不太在意 而是和夏洪竹隔空对视了一眼 当武王看见夏洪竹之后 不禁微微眯了下眼睛 不禁朝着夏洪竹微微点头 见过战争女王勉下 你认识我 纯黄点看向武王 声音悠悠 此人便是武王 见武帝城 一人可阵暴乱沧海 此间开天 无一人是其对手 夏洪竹微微点头 随即又道 若非你浪费了十万年 不见得比他弱 就在各大势力的伴王进强者 纷纷进入此间之后 仅仅过了百息功夫 就出现了一个陨落 这个陨落 出现在雷火天 雷琴看着手中撕开的御剪 不禁暗骂一声 都告诉你们要小心了 混账东西 洪雾海 不出韩非所料 仅是此刻 便有四千多人闯入 随着伞修的加入 和武帝城这些人 超过五千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些人 此刻也不知道是在狩猎 还是在被狩猎 他们是没有目标的 只知道往红雾海的深处冲去 沿路有人运气好 没遇到伴王进的墙底 有人运气不好 没识破伪装 当场就被击杀 比如 有一只虾妖 警惕千辛 手中长矛 时刻能量充盈 他越过一条蜿蜒海草地 已经斩杀一只海胆 一只蜈蜈蜈 一只章鱼 就在他以为周围没有危险时 暂时在一处五彩缤纷的石柱上停留 忽然间 一片黑光直接将他覆盖了 鸽绷这虾冰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若是他还能活着 便会看见自己所过的那几万里的海草地中的某一段 张牙舞爪地动了起来 那造型 分明就是一只海藻蜈蜈 这蜈蜈蜈的嘴里还在咀嚼 如这般的情况 还有很多 却倒是韩非 在等待了约莫三个多时辰后 航海万象仪终于转动了起来 第1992张雪光弯的霓虹眼壁 韩非顺着航海万象仪 来到了一处诡异之地 这里地表开裂处一道长不过千米的裂缝 宽只有七八米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不起眼 就韩非随手一刀斩出 都不止这个大小 所以正常情况下就算有人注意到了 但也不一定会深入其中 可航海万象仪就指的这里 韩非毫不犹豫地直接钻入其中 这刚下探百米 就看见两侧岩壁上呈现暗红之色 但是 这暗红色的岩壁之上 也长会生出一些古怪的青黄多色的微光 降下千米不到 忽然之间 从岩壁之上 钻出来一只蛇头 准确来说那也不像是蛇 更像是海底的空木 腐朽的黑块 如果不是韩非看见他的信息 真以为是一根石柱砸了过来 却见韩非眼中 信息浮现 名称雪光眼蟒 介绍生活在雪色弥漫之地 常年在乌浊之雪的腐蚀下 成长极快 但陨落也极快 其一生可能仅有五百余年 其血藏毒 若被感染 或生机流逝 或身体腐朽 或血液消融 不可小觑 等级八十九 品质传奇 境界伴王 蕴含混沌之气四十八缕 战绩雪暴 刺猿吞噬 血光是魂 可采集血毒 是魂之眼 可吸收 嗯 韩非反手就是一刀 刀芒照耀此间 王者威压斩下 区区伴王何以承受 一刀之下 这雪光眼蟒直接被绞杀成了渣渣 虚无知现迅速扣下 快速地汲取混沌之气 因为这雪光眼蟒只能存活五零零年 所以混沌之气少 这韩非也并不觉得有什么 五零零年就可成就伴王 都不知道这是天资纵横 还是这里环境独特 还有 就是这所谓的污浊之血 到底是什么血 这整片地带的红色底色 是不是其实就是沾染了一种血色 快速地吸收完这只雪光眼蟒的混沌之气 韩非并没有多想 而是继续往深处掠去 又是深入千米左右 有透明刺禽草 忽然发出红光 每一片叶子上涨了七根尖刺 无数片叶子一起绞杀而来 就像是当初遇见的大红穴一般 哼 韩非心念一动 无尽水化万刀相随 所过之处 风卷残云 刺禽草尽数碎裂 但是 这刺禽草仿佛就是一个开始 韩非就好像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开关一般 在彻底碾碎他之后 就出现了诡异佛手处须 出现了红浆爆裂果实 出现了血色大石鹅的水中毛虫 几乎就是眨眼功夫 一下子好几种强大的生灵对韩非发起攻击 这些攻击可都是在瞬间完成的 因为在遇到他们之前 韩非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 他们会怎么攻击 都是在攻击出现的瞬间 韩非做出的临时应对 当然了 以韩非的实力不论这些生灵演示的多好 发动的攻击有多强都不可能见效 倒是这些生灵虽然生命周期不长 但多少也蕴藏一些混沌之气 这一波下来 自己的混沌之气倒是快速飙升 仅仅一炷香时间 韩非的混沌之气破天荒的超过了五万缕 是的 就混沌之气的数量而言 韩非已经赶上了当年老乌龟开天时候的混沌之气数量了 虽然韩非不知道如北洛晨和何道元这些人开天时拥有多少混沌之气 但是想来 应该并不会多很多 但这个他也说不准 万一人家靠时间慢慢来汲取 只不定四五万也是能有的 一炷香后 韩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深入了多远 但是到这里 对自己出手的正常生灵就越来越少了 韩非感受到了浓郁的血气 就是连自己都感受到了这股血气的不好 竟然试图往自己的身体里面钻去 韩非也能让他们如愿 身体表层 金光灿灿 无时无刻都在排斥着这些血气侵蚀 不似乎是穿破了某一种避障 周围奇怪恶心的生灵 几乎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或者 自己摆脱了他们 但是 现在这地方 却更不是什么好地方 韩非看见了一根又一根的戈壁石一样的造型各异的石柱 而这里 不仅仅是血气浓郁了 还出现了大量的死气 不死生灵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调好了 在如此浓郁的死气之下 不可能没有不死生灵的存在 这步 韩非刚刚站定 就看见四面八方 那灵红颜碧的周围 一个又一个螺旋出现 但这些螺旋可不是水中漩涡 韩非看见了一个又一个魂影 就仿佛是利剑穿射 直直杀向韩非 当那螺旋射过来的时候 韩非感受到这玩意竟然是直接钉向自己神魂的 只是 这螺旋再强也不过是半王境的力量 所以对自己依旧是无效 甚至 韩非还扣住了一只和自己擦肩而过的螺旋 定睛一看 眼中信息浮现 名称海皇魂追罗 不死生灵 介绍海皇追罗 受到不死气的腐蚀 逐渐转化为不死生灵 其身扭曲如海皇 丁罗类 可击神魂 被其触碰 神魂易损 等级八十九 品质奇异 境界伴王 蕴含不死气五十八旅 战绩螺旋刺魂 可采极无 不可吸收 韩非无语 前面伴王境的生灵 丑是丑了点在 但人家好歹是活的 但是现在这个 连混沌之气都没有 纯粹的浪费自己时间 就看见无尽水在韩非身前勉强组成刀刃屏障 一路推进 砰砰砰沿途锁过 霓虹石柱在崩碎 海皇魂追罗在崩碎 没有一个可以越过无尽水的绞杀范围 只是 这还没有完 这种海皇魂追罗只是很普通一种生灵 只是因为生在了这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才会达到半王境的可怕实力 若非这地方特殊 就是给这海螺五千年修满 即便能达到半王境 那也是一个两个 而不会有现在这么多 但这海螺之后 还有更危险的存在 那是密密麻麻如同的蚂蚁般的小虫子 一看见是虫子 韩非就感觉颇为头疼 这玩意就如同当初的行军水皇 如同海皇过境 这玩意才是最可怕的 哼 王者权威 岂是这寻常生灵可以承受的 最 那一刻 韩非威压近放 周身有大阵环绕 虽然不如千鸡神鬼盘那么厉害 但是数百阵环绕 亦不可小觑 扑扑扑 只看见那无尽穷的只有拇指头大小的小虫子 在碰撞到韩非护身阵法时 湮灭大片 而韩非眼中 信息狂跳 您称鬼牙 不死生灵 介绍一种海底牙虫 对不死生灵腐蚀 集体转化成鬼牙之虫 此虫拥有一丝极腐唾液 即便是定海一宝 亦可慢慢残食 等级七十 品质其易 境界寻道 蕴含不死气一缕 战继鬼牙之时 可采即无 不可吸收 一下子连续被这么多古怪的生灵冲击 韩非也是无语 特别是这鬼牙 要远远强过前面的生灵 即便是无尽水化作万刀龙卷 亦不可能真的完全挡住这些鬼牙 而韩非的体外的阵法 几乎在顷刻之间就被鬼牙所覆盖 鬼牙湮灭的同时 自己的数百阵法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这个时候 就是比拼耐力的时候 看看到底是这些鬼牙之虫先耗尽 还是自己的灵气先不足 无力扛击鬼牙之虫的吞噬 扑扑扑韩非的威压和杀阵并线 无尽水疯狂绞杀 此间裂缝已然浑浊一片 足足过了一炷香时间 韩非微微动容 他难以想象这鬼牙之虫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这特么得用数以亿万只来计算吧 即便是自己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如此疯狂的重塑阵法这还不算 无尽水的使用是会消耗魂力的 韩非的脸色不禁出现一丝肉疼之色 只见他双手一抬 天启神术 翁 治愈神灰降临 整个深渊火燃亮起 只听痴痴声响彻不断 无数鬼牙被净化 直到韩非消耗了八百余年的生机 此间鬼牙给净化了一个七七八八 而就在韩非施展治愈神灰的时候 恰放在此间入口之外 有人掠过此地 而敢在最深处出现并寻找入口的 此人辟海静的身份竟显无疑 左来之人 肩头坐着一只大头娃娃 正是狂尸天红月的天赋灵魂兽 千木偶 只听千木偶道 里面好像在战斗 红月 事实证明 外面越危险 里面就越安全 看样子 这里不像是个安全的地方 这条路可以 不知道是谁运气这么好 找到了这个地方 走 去看看 第1993章九鹰魔虫 个归儿子的 给予浪费我千年生机 就这还只是寻找个入口 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 虽说自己可以吞食旁人的生机 但是当他成王之后 就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即便自己拥有虚无支线也并非生机无穷尽的 自己虽可汲取生机 但是这种汲取是有上限 韩非有一种预感 当生机汲取十万年以上 就极难继续汲取生机了 也就是说 自己的极限 除了本身的十万年外 可能再有十万年额外的生机 但现已经被自己七七八八祸祸掉的 就有三万年了 这花个一千年 那再花个一千年 这才几年啊 自己就用天启神术消耗了三万年生机 这么下去 如果再让自己再暴乱沧海混搁几百年 这额外的十万年生机 怕是自己稍微打打架 越级挑战一下什么的就能获获得差不多了 不过 韩非琢磨着这地攻向来 可能已经是暴乱沧海最大的机缘了 所以 既然天启神术开始用了 那就放开了用 自己先准备个两万年生机 看看能不能全都消耗掉 这不 鬼牙被净化了太多 可以说八成都湮灭了 剩下的要么不行了 要么不敢再靠近韩非 那是本能对天启神术的畏惧 韩非心说 这一关过了 后面应该没啥危险了吧 毕竟鬼牙之虫的危险程度 已经高得可以撼动屁海境的程度了 若是再有更强的生灵 韩非都会感觉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可是 正所谓或不担心 这个虫哭 是的 韩非觉得这就是一个虫哭 过了鬼牙之虫这一关 又过了百息左右的时间 韩非周围就看见周围的岩壁 已经布满了红色如同岩浆般浓稠的黑红色的液体 在那浓稠的岩浆之地 韩非看见了几条长长的触手 看起来诡异至极 于韩非的眼中 又一种新的虫子出现 名称九鹰魔虫变异 介绍上古凶兽 九鹰血脉 掌控水火 吞死器以炼魔 因常年被困此间 吞食太多奇异魔虫 使得自身发生变异 变成半虫半兽的变异生灵 九鹰魔虫哭啼如婴儿 魔鹰乌神魂 掌圆火 凶水 圆火焚身 凶水冲魂 不可小觑 等级九十二 品质洪荒凶兽 境界辟海 蕴含混沌之气四千六百五十九缕 战继圆火 凶水 九头蹄枯 可采集污浊之血 可吸收 辟海境上古凶兽 韩非不禁脸色微变 这可不是普通的王者 这是洪荒凶兽 当然了 笔之地雀 定然是多有不如 韩非不禁心头一动 既然如此 何不如让地雀出手 只看见韩非眉心一闪 地雀赫然出现 当地雀正有些不耐烦时 他看见了九鹰魔虫 不禁叫了一声 九鹰 不对 杂雪后裔 卷脉竟然被污染成了这个样子 你在哪找到这么个东西的 吃都没法吃 他的身体 神魂 基本上都已经被污染了 韩非 你们同属洪荒凶兽 你又是虫足克星 要不这虫子让给你 的确瞥了韩非一眼 乌浊之血 不配我动手 你自己试试 韩非无语 什么叫乌浊之血 就不配你动手了 人家血脉乌浊了 那也是洪荒凶兽啊 怎么就给说的跟一只蝼蚁一样 而这时 那九鹰魔虫 也已察觉到 韩非和地雀的存在 特别是地雀 让他感觉十分强烈的不安 一一压压 顿时间 只听见此间 响起婴儿啼哭的声音 又像是有婴儿在笑 一时间让韩非愤不清 对方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 不过 此声音在此间无限荡漾 听一遍还好 但是两遍三遍 韩非就感觉脑海生疼 即便韩非封闭听觉 但发现此阴境直接落在神魂之中 依旧无法躲避 只听韩非冷哼一声 斩韩非出手就是一道大道归一剑 如此打架 不讲道理 对敌出手 讲究一击必杀 既然这九鹰魔虫不实相 那就直接干掉好了 只是 当韩非看见虚空肿出现一层又一层 血水潮汐的迎击大道归一剑的时候 不禁愣神 那就是凶水 凶水潮汐 每一浪仿佛有一万斤距离 这初一撞击 此间震动不已 仿佛随时都会坍塌一般 韩非不禁心头一沉 大道归一剑接连破障 但是在斩灭这凶水之后 扑斥一声 竟只斩了一根触手下来 韩非亲眼看见 那触手是主动卷向大道归一剑的 虽然在第一时间被绞杀成鸡粉 但是韩非的大道归一剑 力量也消耗大半 跟着只看见一连数百道触手虚颖拍击 终于才将韩非的大道归一剑轰破 韩非不禁皱眉 虽然自己没用上大道之力 但现在自己纯粹实力 也已经不是寻常王者可以比拟了的 正当韩非为未能一剑斩地而感到不满时 就看见那粉碎的触手 被搅碎的碎末血肉 在半空点燃 鸭翁仿佛是有恐怖无比的火能 瞬间充斥整个裂缝 后方 正追进来的红月 此刻正脸色难看地对一些半死不活的鬼牙虫出手呢 可忽然间 微能恐怖的火光 瞬间席卷整个裂缝 那温度都已经不再是关键 关键是那火焰仿佛烧在了自己的每一缕血肉之中 红月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什么火焰 仿佛是直接在炙烤我的每一缕血肉 痛煞本王是也 距离寒远红月尚且如此 距离最近的韩非 哪里会好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玩意和自己的体魄强不强似乎关系不是很大啊 它就是以一种痛绝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无比的痛苦而已 一边是肉身上的疼 另一边红色潮汐沙来 估计是精神上的疼 韩非哪里能忍受得了这个 只听韩非亲和一声 天启神树 虽然九阴魔虫并非不死生灵 但是他血脉太过污浊 天启神树对他造成的效果 不会比对不死生灵差了多少 翁当至于神灰落下 只听呀的一声 九阴魔虫狂叫了起来 似乎十分的痛苦 韩非则是咧嘴一笑 来啊 比比谁能扛啊 老子羞肉身的时候 应是你这种小虫虫能够体会的 虽然韩非感觉自己每一寸皮肤 每一寸血肉都在撕裂的疼痛 但是这造成的压力是肉体上传递给精神的 可并不会真的怎么损伤肉身 最多只是削弱自己的战力 所以韩非根本无惧 吼 白兽式魂吼爆发 韩非反手兼阴阳轮回刀杀出 身前一片幽蓝出现 韩非随手抽出一柄时光之刃 金光以上 一刀斩下了三只触手 鲜血狂喷 如此狂暴的正面攻杀战 的确看得静静有味 似乎是感觉到血肉有些不适应 的确一个眼神瞪向九鹰魔虫 后者邪魔滋生 狂性大乱 全力杀向韩非去了 而韩非则无语地看了一眼 的确 你不帮忙 也别搞事情啊 的确 只是让你感受一下洪荒凶兽的厉害 这只恶心的虫子 虽然这已经达到了屁海境 但是这力量来得不真实 像是被快速拔刀了似的 所以我根本就没出手的必要 但是这不代表他不强 韩非发现了 如果他的魔音再强数倍 我就必须棘手神魂了 甚至在牵动身体都会觉得身体被撕裂 会极大的影响出手的效果 便在此时九鹰魔虫的出手纷纷从岩浆中拔出 只见那一根根出手上 分别挂着一些骷髅头骨 所有的声音都是从那头骨中发出的 似乎是知道自己无路可逃 那九鹰魔虫的嘴巴里 突出了一道尖刺 刚刚出现 周围的海水都被染成了一片末红色 韩非不敢怠慢 蓝色光运包裹此间 时光之间 披斩之下 那九鹰魔虫顿时间被切成数段 而此刻阴阳轮回刀又同时爆发 九鹰魔虫的神魂直接被斩裂少许 韩非这才得空 以虚无之线一扣 直接汲取混沌之气 正当此刻 就看见地鹊和韩非同时回头 看向来路 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夺路而逃 话说 红月看见这一幕 千木偶在第一时间喝道 快跑 快跑 是韩非和他的凶鸟 实际上 当红月看见下面的人是韩非的时候 直接就把腿跑路了 根本不需要千木偶的提醒 纳斯实力 早已非常人能及 屁海尽忠 恐已无人可将其击杀 这是五帝城情报的定论 红月一边跑 心头一边想到 入口处就有屁海径生灵 难道这里有大机缘 第1994张开局困难模式 误入虫窝上 红月只是记下了这个地方 但是不冒进 如果是旁人也就罢了 但自己这个天杀的运气 几乎是连续三次都是差点而遇见韩非 关键八 每次遇见韩非 都看见王者陨落 第一次 是当初和火不烈前往蛮荒深渊的时候 那混韩非击杀余梦 攻占夺路而逃 第二次 要王天 韩非冒充第二剑神王一剑 一剑图王 自己当初就在旁边 这一次 虽然韩非没有击杀人类伴亡 但是很明显有一只屁海径怪物 被韩非砍得差不多了 凉凉那是迟早的事情 翠老红啊老红你这是什么鬼运气 为什么总是能碰到韩非这个杀佩 要是再有一次机会 咱干脆投降算了 红月灰溜溜的跑走了 而韩非不负他的期望 已经将九阴魔虫的混沌之气给吸干了 如今这已经是一条死虫了 韩非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骨 感觉刚刚身上那疼痛感 都快比得上当初自己修炼者不灭体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要死要活得疼了 不得不说 即便是洪荒凶兽的杂血一脉 实力也同样不可小觑 即便是面对自己这样一个可以称的 上世暴乱沧海前几的王者 这九阴魔虫也足以让自己的战力降低三成 若换成寻常人 怕是得降低五成战力 而且 这九阴魔虫擅长神魂攻击 神魂强度不够 怕是还打不过他 此刻 韩非吸取九阴魔虫的混沌之气后 直接将他的尸骸抛向了后方去喂虫子了 这玩意身体已经被污染得不成样子了 虽然成王 但一辈子都没机会成王 当九阴魔虫一死 周围的那红色岩浆似乎就有了消退的迹象 而韩非继续在往裂缝深处而去的时候 再也没有任何一只生灵攻击自己 只过了月末五夕左右 韩非就看见一个窝旋之门 卧槽 当韩非看见那漩涡之门的时候 当场就傻眼了 自己费了这么老大的功夫 才来到这里 结果就给自己开了一个黑色的入口 韩非还时刻紧记着韩轩给自己讲的 门分三种颜色 一种蓝黑色 一种红色主体有明暗之分 一种就是黑色 其中 特别强调了 黑色入口 切莫进入 几乎就是个十入九死的门 这让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韩非当即掏出航海万象一再试了一次 结果 航海万象一明明确确 就指着这黑色的漩涡 韩非有点不太想用九弓气韵池 因为地弓必然危险 所以这时候 九弓气韵池肯定没好结果 当然了 知道归知道 韩非还是不信邪的测了一下 结果 九弓气韵池 出现了一种韩非根本都没见过的形态 就看见指标在大吉到绝境之间 全程来回移动 可是 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显示无常吗 怎么会如此方法去移动 韩非不禁微微吸了口气 难道九弓气韵池的级别 测不出地弓的危险 也无法在这里看破自己的气韵 韩非怀疑 极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代表着 九弓气韵池也是有上限的 人间盛气这个级别 本来就非神器 按理说李银河定海易保一个级别 但他并非打架用的 既然九弓气韵池有上限 韩非不知道航海万象仪有没有上限 但找路终归比侧运应该简单些 韩非觉得航海万象仪的可利用空间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现在 九弓气韵池无用 航海万象仪明确就指着这个黑色的漩涡入口 韩非能有什么办法 虽然有一万个不想进 但终究得进啊 因为不管这个入口有多危险 航海万象仪都说他是最适合自己的 既然最适合自己 说不定自己也能逢凶化即才对 犹豫再三 韩非一咬牙 还是决定进入 虽然韩萱作为自己的亲叔 说话应该没骗自己的理由 但是 黑色漩涡入口存在 必然有其道理 而且 韩萱也说过 入口外的难度越高 入口内的危险就越小 简然从这方面讲 或许这黑色漩涡内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才对 既然已经决定 韩非就不准备改了 反正不管哪个入口 总归得进 还不如进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呢 公当韩非刷一下 消失在漩涡之中 等韩非再出现时 虚空一吻 韩非第一时间环顾四周 这是一片绿油油的林地 不少奇怪的腰植 颜色各种各样 有纯蓝色的巨大花朵 花蕊是白色的 一圈一圈往外摊开 有墨绿色如同羽毛扇一样的植物 像是展翅炫耀的孔雀 花枝招展 有红艳艳的半弧形花朵 就像是乌贼的造型 有多根触手被包裹在花朵里面 那触手看起来像是生出来的花蕊 韩非第一时间是想要释放感知的 但是时尚 感知依旧无效 屁用没有 所以自己所能见的 也就只有眼下见到的 村林 韩非微微摇头 看起来不太像啊 那些树木 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树 那树木造型奇特 就像是一个灯笼 树叶从中 一只巨大的弯葫芦垂下 还有一些 整个造型虽然像是树 但是树叶奇怪 就像是海藻的枯叶一样 不知道什么树会长成这样 韩非快速镇定下来 自己来这里 自然是寻得机缘的 韩萱让自己要慢 不要操之过急 言下之意 就是每遇到一个场景 可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韩非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的 但是他还是准备叫小黑小白出来看看 看能不能给自己指条路 今儿个 航海万象仪已经用过两次了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如果自己不能在航海万象仪的使用时间内 安全度过的话 那就没必要去用 所以 韩非想到的自然是小黑小白 光小黑小白刚被韩非换出来 顿时间小白就惊呼 爸爸 好多敌人 啊 韩非一脸猛逼 哪里就有敌人了 我特么怎么一个没看见 而就在这会儿 只看见小黑搜一下就往韩非头顶窜了过去 那里有一根细腾 这根细腾 韩非在刚出现时就看见了 是从头顶上一片如同枯叶的大叶子上垂下来的 到现在也没动一下 否则自己不可能发现不了 可是 小黑上去就是一口 直接给这细腾给药断了 韩非刚想问小黑啥时候改吃素了 结果就看见那细腾竟然扭曲了起来 卧槽 韩非眼皮一跳 那不是树腾 也不是腰腾 而是虫子 竟然还有血肉 虽然血肉几乎已经干涸 但即便这种情况 这虫子竟然还能反击 虽然看不见小黑在哪 但是那根腾却在瞬间裂成了数十根 对着小黑所在的方向抓了过去 巴基 巴基 只是 小黑的哑口 岂是这小藤能够比你 三下五除二 就给他啃了 反正小黑消化的了就行了 而小黑这么一动 就像是导火索一般 仿佛在这林子里点燃了一把火 就看见 刚才韩非特别注意到的几种腰值 比如那纯蓝色的大花朵 他的每一圈花纹 竟然像是毛衣线一样从花朵上扯了下来 再一看 那花纹上的团竟然动了 睁开了眼睛 那玩意不是虫子吗 环形的虫子 韩非第一次看见 还有那某某绿色如同羽毛一样植物 看起来像是开平的孔雀似的 实际上 那一根羽毛上的每一根细毛 竟然全都脱离了下来 朝着韩非涌来 还有那红艳艳白蕊的花朵 那哪里是乌嘴 那根本就是一个圆形叶子里 裹住了一堆的虫子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想起来自己来的地方 那不就是个虫窟吗 好家伙 现在来到真虫窟了 仅仅是自己肉眼所及 所能见出 全都是虫子 关键是 他们竟能完美地变成植物的形态 韩非被这场面给镇住的时候 就看见脑袋上的葫芦忽然就炸开了 是的 莫名其妙就炸了 可是炸就炸败 那喷射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虫子 算是怎么回事 这特么不是纯粹的恶心人 我韩非面对这样的场面 和刚才那鬼牙之虫有什么分别 韩非心念一动 小黑小白直接融合 无尽水化作旋转风暴 搅碎了无数虫子 爆江成语 黏黏糊糊糊 看得甚是恶心 关键 这虫将包含剧毒 韩非采出了的阵法 在短短两细时间内 直接被腐蚀好几十层 韩非眼睛随便这么一瞥 就可以看见好几种虫子 比如 名称爆裂如虫 介绍一种只会在母胎中孕育 从不主动出世的蠕虫 母胎通过汲取挖外界的灵气 滋养这些爆裂如虫 一旦母胎爆裂 所有的爆裂如虫 会喷射而出 并在之后的百息之内爆裂 其虫将具有超强腐蚀性 长时间在爆裂如虫的虫将中 即便今生都可被腐蚀 等级二十九 品质稀有 境界手临近 蕴含灵气四百八十一点 战绩无 可采集无 不可吸收 第1995章开局困难模式 误入虫窝中 此刻 这爆裂如虫几乎已经将 韩非所在的位置给围起来了 无数虫子堆积成山 仿佛韩非被压在了山底一般 而且周围可不止只有这一只葫芦炸开 还有两只相近的葫芦也炸开了 那根本就是形成了虫巢 和鬼牙之虫都差不多了 可问题是 鬼牙之虫是不死生灵 但是这爆裂如虫是活物啊 而韩非入眼可见的另一种 信息浮现 名称万伦叶虫 介绍作为一种生来充当草叶的虫子 万伦叶虫根据生存时间的长短来评判其实力 生存时间越长 其韧性越高 束缚能力就越强 万伦叶虫可化作神魂束缚之丝 缠绕并蒙蔽他人神魂 等级39 品质稀有 境界觉醒 欲含灵气1248 战绩束缚 可彩极无 不可吸收 当韩非看见这虫子卷向自己的时候 凝凝到了自己的面前 却豁然消失了 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原来竟是可以化作无形的丝线 想要束缚自己的神魂 报韩非毫不犹豫 直接引爆无尽水 为何如此果断直接 自然是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这灵地到底有多大 固然自己现在一个纵月就可以跑出去的 但之后呢 自己遇到的环境 若也是这样的 自己继续漫无目的的金光纵月吗 与其这般 何不如直接引爆无尽水 现在的无尽水威力 彻底引爆一下 就爆裂如虫和万轮叶虫这个级别的 五万里之内 不可能还有生还的 直接就给蒸发掉了 空猛龙寒飞才不管这什么地宫不地宫的呢 如果真的就跟这些玩意拖下去 你哪怕是汲取灵气都汲取不过他们 除非自己用本远海的里资源 如果换作是一般的绊王 现在可能已经中招了在 因为当海量的爆裂如虫 同时侵蚀你的话 自己吸收资源的速度 都不一定能够抵得住这些虫子的 腐蚀你的速度 宛若核弹爆裂 韩飞肉眼可见就看见周围的 无以技术的灵地被免为平地 随着韩飞伸手一招 无尽水迅速回归 回到了韩飞的身上 韩飞也没有再用 而是直接抽取此间的水器 为无尽水的复苏做准备 另外 韩飞已经开始继续灵气爆了 万一这地方够大 无尽水一下也肯定是抹不平的 当爆炸的余威渐渐平息 韩飞浑然无视 他重新审视了一下此间 赫然发现 无尽水的爆炸 丝毫没有撼动这方空间 除此之外 就是这里现在毒气弥漫 许是自己湮灭了太多的生灵 其中大部分的虫子和毒 都已经彻底消散了 但是还有些无法被爆炸蒸发光解的毒 还在此间弥漫交织 使得的韩飞的脑海中 酒毒宝残一直在吞食 韩飞的身体也自发性的在汲取 并适应这些毒 跟小黑小白结合了 韩飞试图以小白的能力去赶之周围 但结果却如同在明雾之海一样 根本没有一点的机会 小白同样被限制住了 既如此 韩飞还是收起了小黑小白 给自己撑起欲魂阵 随手抓出一瓶解毒丹 一瓶几十颗直接吞下 他可不想让酒毒宝残沉眠 也不想自身抗毒到极限 翁只看见韩飞纵深一跃 金光一闪 随便往那个方向 直接掠过五万余里 这一出现 历时间就出现了一些残破的林地 但大多数地方也都已经成了焦炭 好大一片虫枯 纵横五万里还不够 在韩飞沿着这整个爆炸范围 逛起来的时候 刚逛到一半 就发现从未知森林中 呸呀呀的 如果潮水一样涌来的虫潮 正在往着刚刚爆炸完的空地进发 我乐个去 韩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还有这么多呢 这玩意无尽水再爆一次 怕是也干不掉啊 一次无尽水自爆 结果只证明了这里虫子太多 根本杀不完 这时候 韩飞当然不会傻乎乎得去杀虫子 他知道 不论如何 自己是不可能留在这里的 否则用不了多久 虫潮就会将这里整个的覆盖掉 形成一片只有虫子的汪洋世界 韩飞发现 自己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虫潮里面冲杀 找路 这一点 韩飞自己完全可以做得到 但是 韩飞想起韩轩说的 地宫里面存在的东西 一般来说不会没有意义 这么大一片虫潮海洋中 这里面有宝贝吗 如果没有宝贝的话 那人家闯进来的是干什么 找虫潮干架 找死 地宫之中 无数人从里面获得过机缘 说明这极可能也是一个测试 比如说强者要给自己收徒 将自己一身本事给传承下去 如果是第二种 那么这虫潮森林 就肯定有什么东西是在等着自己的 虫潮可能是测试 为了就是让你慌乱 但是 这里的虫潮实力并不是很强 这就意味着 虽然这里有一万计的虫子 带来着至少都是尊者敬的强者 如果运气好 这里面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只是 韩非因为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 所以很单纯的把一个理应由无数人 共同探索的多人模式 变成了单人模式 这难度系数当然就是直接飙升了 韩非此刻心中迅速打定主意 天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虫子 但是这些虫子至少很难伤到自己 即便自己硬耗 哪怕继续自爆无尽水 也可以消灭无数虫子 所以 这虫潮森林的出路在哪 韩非根本不关注 只见他手持航海万象仪 毫不犹豫地用出了第三次指向能力 从航海万象仪开始之际 韩非随着方向 一个纵月 直接闪烁出去几万里 果不其然 当韩非一出现 周围就是真在涌动的虫潮 如虫 甲虫 线虫 外轮叶虫 以及很多韩非一掠而过 根本没看信息的虫子 几乎是要碾在韩非脸上了 光时间的光运出现 繁琐处者 尽数湮灭 但韩非停留的时间也是极短 周围数百米内的虫子当凋零 韩非已经消失了 持续性指向 航海万象仪的时间只有6到8夕时间 这还是因为终点是确定的情况 如果终点不是确定的 或者说不在这个空间范围 汉海万象仪指一次性指向 韩非在看见航海万象仪动的时候 就知道这所谓的虫潮森林里 必然暗藏着一件万虫守护的宝贝 因为航海万象仪的反应时间 使得韩非每次出现都需要停顿一下 让航海万象仪重新指定方向 所以 韩非勉强能保持一息两次纵月的频率 一连到6夕的时候 韩非距离航海万象仪所指的地方应该已经不远了 翁当韩非又一次出现之后 忽然之间 韩非发现周围视野开阔 而定睛一看 自己所在之地 连一只虫子都没有 环顾一下 韩非发现身后二十余里 便是虫潮涌动之地 我近接见了 韩非的第一想法 就是自己找到了关键的地方了 因为这里是虫族门守护之地 所以反而没有虫子 韩非往节界内部走去 行三百余里 在韩非的正前方 视线的尽头 出现了一处像是祭坛一样的地方 但是 那祭坛上放着的东西就很奇怪 像是一面铜镜 打磨工艺几乎到了心豪碧线的铜镜 而在那祭坛下面 站着一个手拎两把弯刀 蒙着半边脸的黑衣男子 看见此人的时候 韩非心头一震 他知道 真正的考验来了 重巢不一定是关键 但这个人 以及他身后的那面镜子 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韩非一步可跨到距离 那人只有十里之遥 而那人似乎感受到了有人前来 也缓缓抬起了头来 韩非眯着眼睛 既然这里是最适合自己来的地方 就一定有道理的 这人体内根本未见能量流动 但是给韩非造成的威胁感 确实不弱 不能说特别强 但在屁海境中绝对不弱 韩非是人是虫 会说话吗 因为自己所见都是虫子 韩非自然也就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毕竟虫王也是虫子 人家也是可以画人的 然而 那人并未回应 反而慢慢拉起弯刀 哭拉一下 韩非就看见身前有俩缕烟雾出现 下意识的 韩非身前 绣花针一粒 如定海神针一般钉在地上 当清脆的声响 是武器的交接 震荡出一层涟漪 想外扩散而去 第1996章开局困难模式 污入虫窝下 近前一看 韩非眼中并无任何数据 这意味着 此人并非虫子 只是 这人相貌却怪异得很 纹身像是纹了纹身一样 应该是在身体上 转刻了某种皱纹 特别是脸上 几乎看不见正常的皮肤了 全是墨绿色的皱纹 韩非挡住这双刀之威 第一瞬间 虚无支线发动 意图以虚无支线控制这人 而对方 双刀绕着绣花针 画出两道刀芒 割向韩非 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攻击方式 而让韩非震惊的是 虚无支线根本无效 意味着这人或许连残破的神魂都没有 几乎是同时 韩非的上半身外 蓝光流转 两道恐怖的刀芒 直接展入了时光 并未触碰到韩非的脑袋 此一击 韩非收回虚无支线 对方化作一团黑烟 退了开去 第一次交锋 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对方既然连残魂都没有 便是如同傀儡一般的角色 但这种角色 不畏生死 没有情感 战斗风格延续了本体战斗风格 同样也是强横无比 韩非迅速判断了对方的实力 就目前这一击展现出来的力量来看 对方的力量不到20万浪 但是 这人速度快 可以化成烟雾 双刀使用手法独特 这一击 韩非也就能看出这么多了 这不 两人一触即分 但随即 那怪人似乎是感受到了韩非的实力 单手一扣 抓出诡异印法 就看见潮水般的虫子竟然从地下钻了出来 本来 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虫子存在的 韩非本以为是这里环境特殊 现在看来 他不是这样 而是这人可以控虫 他不让虫子进入这片领域的原因 多半也是为了保护鸡坛上的铜镜 此刻 有了韩非这个闯入者 而且实力不弱 所以他便动用了控虫的手段 所以 这人的主要能力是控虫 虽然韩非不愿意和一大堆虫子打交道 但不代表自己真的就害怕虫子在 除了引爆无尽水的手段 韩非的手段多的是 只看见韩非伸手一抓 抓出一道虚空裂痕出来 通不是用这空间裂痕来战斗 韩非下一刻就将这虚空裂痕给捏碎了 中围数十米 直接引爆 虚空乱流在此间肆虐 随着韩非双手一张 无尽水继续化作一道道刀锋 配合着虚空风暴 将此间风暴越展越大 韩非咧嘴一笑 可惜你的虫子 等级太低 但凡他们的实力能够成长到执法镜 我也不至于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搞定了 忽然而那怪人双手一合 只看见那疯狂涌来的无数虫子 竟然交缠在一起 静一下子化成了数以百计 千计的人形 而画形的面貌 和韩非眼前这怪人 和其相似也 还可以这么玩 韩非不禁讶异 这些可以交织的虫子 化作人形后 实力竟然飙升 转眼间 这里已经出现数以千计的探索者级别的强者 而这些人还在试图相互融合 韩非不禁心头一沉 按照这么个方法凶和下去 马上不就到尊者镜了 翁韩非直接投影出一道屁海镜分 甚至分身在虚空中随意抽刀 砰砰砰 眨眼之间 数十探索者镜的虫人被斩碎 但是在这些虫人被斩碎的那一刻 一大片虫子的腐蚀液体 在虚空中漂流 往虫堆而去 韩非意识到 在虫堆的后方 或许一只强大的虫人 正在诞生 韩非本体知道绝不能给这怪人机会 否则这么多虫子相互融合 再塑造出一只屁海镜的强者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韩非立刻本体出动 企图主动找到 并击杀后方虫堆里正在融合的强者 但是 眼前这怪人 似乎全力爆发 化作一片黑色烟雾 将自己包裹在内 而黑色烟雾中眨眼尖千刀万斩 通通朝着韩非批斩而下 那速度快到了让韩非感觉有点像是夏小禅在出手 不过 也正是因为韩非和夏小禅对战太多 所以对这种爆发性十分的适应 而且 这人都没有神魂在 如何挡住自己的时光大道 就看见这黑雾之中 不知不觉 竟出现一片蓝色的光幕 当这光幕出现的那一刻 韩非可以清晰地看见这黑色烟雾中 有一道黑影 手抓双刀 疯狂连斩 当当当 韩非仿佛铜墙铁壁 瞬间被斩击数百次 但也正利用了数百次的被斩击的时间 直接锁定了那道黑影 翻手间仙人煞对了出去 面对这种敌人 可以操控一万虫族 韩非若是敢怠慢 真等虫子相互融合 化成一尊超级强者 那时候 怕是更难打 怪人试图避开仙人煞 但是被时光减速 他知道自己只能应接 卡卡卡就看见此人身边 直接裂开七道虚空裂口 海量大兜虫从中钻出 仙人煞的力量自然是恐怖的 但是 这空间一下子就塞满了大兜虫 五颜六色的天主 花天牛甲虫也跟着出现 仅仅只一次冲击 数十万大兜虫和花天牛化作鸡粉 那怪人在暴退 他身前少数数以千万计的虫子挡在了身前 围的就是扛下韩非这一击 哼 韩非大道彻底运转 化作一道金光 跳闪到那怪人面前 只见他两指一戳 大道归一剑 当面直刺这怪人 后者依旧面无表情 哪怕眼看着就要被韩非打崩 手上双刀抛飞 两道焰回旋暴展而回 而他自己双臂上皱纹闪烁 就看见那两只手 化作了两只长达百米的如同伯比特虫那样的超级巨虫 若离得远 看上去甚至就像是两条苍龙出海 只是这般如何能挡住韩非的大道归一剑 却见这两只胖大的虫壁 轻刻尖炸裂 跟着他的身躯被韩非一剑轰碎 至于那叶回旋 韩非反手一击阴阳轮回刀 一击便将他们击飞 但韩非的脸色却并不好看 因为刚才那人在几乎必死之境下 竟当着他的面 如虫子一般退壳了 也在这时 黑烟汇聚 那怪人出现 但在他的身边 有一道一模一样的身影出现 应该是虫子融合而成的 跟着 韩非就看见无比恶心的一幕 只见那怪人 嘴巴忽然裂开无比大 一口吞噬下去 竟然将那尊一模一样的 劈海镜虫生给吃掉了 这特么果然是个虫人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那怪人在吃完虫人之后 实力直接夸张的翻倍时暴涨 随着他伸手一招 两柄弯刀回归 再次看向韩非时 韩非心头一沉 这虫海之中 完全是人家的地盘 人家想要多少分身都可以 要是可以这么一直吃下去 他可以吃到什么程度 这会儿 虚空中涟漪风暴不绝 虫海灭掉了一茬又一茬 仙人煞依旧被那些甲虫死命挡住 虽然在禁 但未能治 韩非深吸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定胜负好了 就在韩非准备大招全开的时候 忽然就听见老乌龟道 等一下 那镜子似乎在照着你 嗯 老乌龟一句话说得 韩非毛骨悚然 那镜子在照着自己 等韩非回头一看 果然看见那镜子 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了 难道我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顿时 韩非心头一沉 没再继续揭开底牌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时刻都在盯着自己的话 现在暴露底牌是最不明智的时候 此刻 那重人继续攻杀了上来的 比之刚才那个人已经完全不同 这人的速度更快 爆发力更强 力量更是达到了30万浪之上 当然了 虽然还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如果他一会儿吞一个重人 天知道他会变得多强 所以 韩非知道这必须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 这会儿 仙人煞刚刚杀出 大道皈夷剑斩了他一道去壳 阴阳轮回刀的力量还在 韩非心头一动 不禁看向仙人煞所在的那重片重海 心念一动 无尽水再次引爆 空猛龙恐怖的涟漪 将此间亿万重足炸成了虚无 而仙人煞得已从重海中挣脱 那人似乎知道韩非打的什么心思 意图往重海退去 但韩非绣花针一掏 也不管那人去留 直接向祭台上掠去 那重人见状 一看韩非根本不在意自己 身上皱纹当即全部亮起 速度飙升到极致 抓地一下挡在韩非的面前 而韩非早已撂到这一幕 手中绣花针早已蓄势待发 一记扣天门 直接将这重人戳爆 重人不死 韩非岂能心安 便在那重人刚化成烟雾之际 烟雾中的本体尚未来得及逃走 仙人煞斩来 阴阳轮回到沙治 扑 扑至此 重巢停歇 那重人终究在韩非的攻击之下 烟灭 第1997章地狱模式 无限之境 哭 韩非常常出了口气 这重海的难度不是一般的高了 解不说这重人厉害不厉害 单单就说找到现在祭坛这个地方 就不容易 韩非不敢想想 如果自己没有航海万象仪 想找到这里 所花费的时间 怕是至少也得要割几天时间 这期间 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再吞噬赌气 还要遭受那腐蚀虫叶的侵蚀 随便搁一个王者来 就算他们能勉强抵达祭坛 首先就要了半条命 那时候 再去和这重人打架 七手难度便是暴乱沙海批海 进前三十多名的样子 结果吞噬各重分身 实力直接飙升到前十左右 得亏自己反应得快 及早干掉了这丝 否则若是再给他吞噬给重人分身 怕是能激身暴乱沙海批海 进前三支猎 到那时就更不好打了 韩飞不禁无语 开局难度这么大 就为了一面镜子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神仙镜子 这会 重人湮灭 韩飞自觉应该是得到了 此行的第一件宝贝 一面镜子 祭坛这重地方 韩飞往上走得还是蛮小心的 祭坛成梯形 一共九十九层的台阶 在台阶的正中位置 像是有瀑布一样的留下的一条河道 当然了 现在的河道 急于干涸 偶尔能看见一滴水从上面落下 等韩飞来到台阶之下的时候 才惊讶地发现这河道之下有一汪水池 这河流里面流淌的 竟然是地脉精华 甚至已经在祭坛下积蓄了一个 十十余米宽阔的池塘 这韩飞岂能放过 地脉精华 此物之稀缺 自己曾在恐怖之森的地脉之下 抢夺了约莫三万多斤 而当初雪凡 应该捞到了至少百万斤 这才塑造了雪海神木城这样一个全是大红旭的势力 只是 当初雪凡布局范围或达三十万里 地脉精华要形成地脉格局 服以众生修炼 所以才可能显得不太够 但是韩飞现在一看 就这一池子 随便一估测 至少也有百万斤之巨 孤独 韩飞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不禁感叹道 怪不得无数人削减了脑袋 拼了命的要往地宫里面闯 就这 能把一个屁海境的本源海地脉给彻底塑造起来 即便是灾差的本源海 有了这批地脉精华的帮助 质量必然在上一个层次 老乌龟也惊叹道 果然不愧是地宫 这未免太奢毫了一些 这整片虫族森林 恐怕都是靠这些地脉精华源源不断的布局的 被老乌龟这么一提醒 韩飞顿时心头一动 是了 这片虫巢森林很大 而这地脉精华 给它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生存环境 所以 这里的虫子几乎是多到了让人发狂的地步 只是 此刻韩飞才不管那些虫子呢 控水树 吸取大量的地脉精华 直接往本源海里面塞去 以后怎么布局 那是以后的事情 先把地脉精华塞进本源海再说 待到韩飞几乎将这里的泥土都掏出来 到之后 韩飞估算了一下一共是112万斤的地脉精华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地脉精华属于整个地脉 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留存 所以这小池子能积蓄的量 应该就是这近来千年万载积攒下来的 巴搭这时 韩飞看见一滴地脉精华从祭坛上流下 韩飞伸手一捞 将地脉精华往嘴里移塞 这虽然是塑造地脉的东西 但是却极其滋养神魂 可惜 韩飞没空在这里多等 这才是自己进入地宫后遇到的第一个地方 就弄到了这么多地脉精华 难以想象后面还有什么宝贝 收取了这些地脉精华 韩飞感觉 哪怕自己开拓十万里本源海 这些地脉精华也是够用了 故此 韩飞之前的入口危险和重巢森林的危险也都不觉得很危险了 总归没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 黑色漩涡入口 自己也是能胖的吗 这步 韩飞一鼓作气 直接踏上了一层台阶 发现没有异样 韩飞依旧是上一层等一下 仅遵韩轩的告诫 没有冒进 直到最后一层 韩飞也没遇见麻烦 最后直接是一步登顶 韩飞松了口气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祭坛都有玄妙 这步 韩飞登上最后一层 眼睛看向那铜镜的时候 结果 铜镜却忽然淡化了 而周围的世界 仿佛梦幻空间一般 一直下就变了 重巢森林消失了 紧跟着 韩飞眼前一亮 头顶 是一面无暇的镜子 脚下 同样是一面无暇的镜子 周围 就看见刷刷刷的出现了一面又一面的镜子 镜子里面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自己 咯登 韩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早特么该猜到了 能在地宫里面立起来的祭坛 那是开玩笑的 自己还特么没好好瞅瞅那铜镜呢 连连妖狐都没来得及现实任何信息 自己就出现在了这个全是镜子的世界之中 尼玛 韩飞一连差异的表情 在镜子里 尽显无疑 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镜子 韩飞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 是各个角度不同的自己 孤独韩飞咽了口唾沫 视野所见 所有的镜子里 自己都在吞咽唾沫 甚至 韩飞都感觉 镜子里的人 也像是站在外面一样 喂喂喂喂喂喂 韩飞只是喊了一声 结果这一声味 从四面八方所有的镜子中传来 余音不觉 此韩飞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特么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这些镜子里面的自己 也能喊出声音来 韩飞告诉自己 来到这里 必有其中奥秘 既然这里必然有自己需要去了 寻找的答案或者东西 总归是需要去尝试破开此方空间的 只见韩飞随手一挥 一刀斩向其中一面镜子 试图破坏镜子 看看这方世界到底有什么玄机 然而 当韩飞这随手一刀斩出之后 顿时头都大了 因为他看见无数道刀芒从镜子里面杀来 破开了镜面 杀向了自己 个归儿子的 韩飞这哪里还敢怠慢 虽然没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立刻出拳轰击格挡 刹那间 漫天拳影 轰向四面八方的刀芒 可接下来的那一幕让韩飞被生冷汗 那漫天拳影在镜子里面也轰击了出来 一时间 自己满眼看见的 全是刀芒和拳影 我乐个去 韩飞现在的实力 已然不弱了 自己随手一击 虽然只用了三成力量 但是无数个三成力量叠加 轰得到处都是 落在自己身上 想要扛住那也不简单 此刻 韩飞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硬抗着满天刀芒和拳影 一个是逆转时光回到刚才的那一瞬 韩飞果断地选择了逆转时光 在消耗了几率混沌之气后 韩飞成功回到了最初始的状态 看见毫无波澜的空间 常常松了口气 而镜子里面的自己 自然也是跟着松了口气 韩飞不禁骂道 你们出什么气 被打的是老子 你们出什么气 被打的是老子 你们出什么气 被打的是老子 你们一时间 整个空间都是这个声音 韩飞直接闭嘴 心说我不说话了不行吗 韩飞怀疑 是不是想拿到那铜镜 还得过这样一个试炼 如果这个试炼没有过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不过韩飞忽然心头一动 我特么不是可以逆转时光 回到刚才吗 这应该也算是通过试炼的一种方式吧 韩飞面色一喜 当即调用混沌之气 蓝色光运在身上流转 试图逆转时光 回到陷入此间之前 结果 一连消耗了十缕混沌之气 韩飞发现自己竟然原地未动 词怎么可能 刚刚逆转时光明明是可以用的 那理论上此间就并不会屏蔽时间大道啊 为什么会出不去 韩飞这还是第一事 遇到无法从逆转时光的情况 韩飞当即想撕开虚空 利用金光纵月 进入时间长河 结果 这里的虚空根本撕不开 就好像自己本来就在一片虚无之中 已经开无可开了 娘西匹 这是被困住了啊 第1998章 迷失 特良的 知道地宫危险 没想到地宫这么危险 这才多久 就遇到这种级别的陷阱了 韩飞心头一沉 地宫的难度 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自己想过它会很难 但是没想过一开始就会这么难 三年的开启时间 自己才特么进来第一天啊 你就给我遇这个 换个王者 这会儿怕是都可能凉了 只是 现在在这抱怨也没有用 在这个被镜子所塞满的世界里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动手 一旦动手 那就是自己打自己 也得亏这里可以逆转时光 否则刚才自己就给自己给群殴了 这说出去谁能够信 现在 韩飞最头疼的就是看这些镜子 因为随便往哪个镜子里一看 其实那镜子里有的可不止是一个人 那是无数个自己 因为一个镜子反射出来的 他所能反射的所有场景 镜子里的镜子 同样如是 这就导致 韩飞现在看哪 看到了的都是无数个镜子 还有无数个自己 也得亏 自己有双子神术 韩飞在确定短时间内跑不出去了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双子神术 纯粹的漆黑 连光都可以吸收 所以当韩飞黑雾之身出现之后 他在看镜面 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没有 哭 韩飞暗暗出了口气 得亏自己手段多 否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搞 白雾之身还站在原地 一动未动 主要是懒得动 因为自己一动 镜子里的自己全都跟着动 这种感觉 很是诡异 韩飞以黑雾之身 直接离开了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 第一时间他不是在找路 而是先着先打亮了一下这镜子 韩飞绕着其中一面镜子走了一圈 发现这镜是一个四面镜 也就是这是一个四面体 在镜子的背面 左右 也都是镜子 连头顶和脚下都是 此间无数个镜子重叠 说真话 哪怕韩飞以为绊王 都难以分辨真假 因为这镜子特么的根本就没有明显的边框 韩飞斟酌了一下 既然黑雾之身根本无法映射到镜子里面 那么搞破坏应该没问题吧 韩飞这一次只用了一成不到的力量 所以哪怕还是会有无形的力量反击回来 那仅凭肉身也可以轻松扛过来 只是当韩飞一巴掌拍在这面镜子上的之后 顿时脸色一边 自己就仿佛拍在一件神器上面 根本连撼动都无法撼动 反而是产生巨大的力量的震动 此间虚空有连一滋生 虽然镜子无法撼动 但是那种四面八方疯狂的攻击并未出现 所以这镜子只能折射出力量 但无法折射它根本折射不了的东西 这部韩飞咧嘴一笑 还挺硬 哈 只看见韩飞上去 直接巅峰一击 猛然捶击在这镜面之上 以黑雾之身的力量 韩飞全力爆发出来 那也得有二十万浪 但是 尊者镜子依旧是闻思未动在 而倒是能量连一在虚空中起了反应 竟然被折射了出来 崩刷刷刷一下子 无以技术的能量连一冲击 韩飞按道不好 低贺一声 双子合一 在双子合一之后 韩飞第一时间就是施展逆转时光之术 否则这所有的连一震荡下来 自己就像是挨了无数道 黑雾之身全力施展所造成的冲击波 这要比韩飞之前挥刀打拳来的还可怕 当时光逆转 韩飞又松了口气 这一回他不准备出手了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能凭力量打碎的地方 似乎在这片空间之中 这镜子竟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是人力可以击破 在此施展双子神术 韩飞的黑雾之身摸索着往外走去 他是试探着去寻找一下出路 因为到处都是镜像 实在是有些难以分辨路线 反正是摸索了半天 韩飞不仅没找到路 反而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 看哪都空的 他已经跟镜子撞了不知道几百次了 好在 撞在撞啊就撞习惯了 韩飞也学聪明了 黑雾之身直接化身黑雾 贴着镜子走走转转 终于在第二天的时候 韩飞寻找白雾之身的想法失败 不过 失败了就失败了 现在两者联系紧密 知道彼此在就行了 实在不行 到时候双子合一 也就到一起了 韩飞自然也不会很紧张 韩飞确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所以 立刻就掏出了航海万象一来的 心念一动 一时是让航海万象一给自己找出路 结果就看见航海万象一疯狂的转动了起来 只是那指针是环绕是进行的 很快就指向了所以他能指着的地方 就好像他已经是失灵了一样 韩飞心头道 所以 出路其实是在镜子里面吧 韩飞确定 航海万象一怎么都不会受到镜子的影响而无法选择方向 所以他动 代表着他知道怎么出去 而路就在那镜子里面 韩飞心说这根本就是胡扯自己大概也能猜到自己是陷落到那面同镜的世界里面来了想要出去就只能从镜子里出去可问题是自己要去的去呢 是故 韩飞第二个指向是默念着指向此间的宝藏或者秘密之地 可结果 同刚才一样 还是没有准确方向地胡乱旋转 咦 只听老乌龟道 那个 本黄怎么有一种感觉 你确定 现在这个你是你的本体吗 韩飞听了 顿时心头咯噔一下 不禁回应道 什么意思 老乌龟 这里有无数个镜子 镜子里的你可以对你进行实体攻击 那么 镜子里的你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韩飞当时眼睛都瞪大了 老乌龟提出的这个想法太可怕了 如果老乌龟说的是真的 那么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 真的很难说 但韩飞想了一下 如果自己能找打白雾之身 而飞在镜子里 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是真的 随着心念移动 航海万象已已经转动了起来 哎哎 我没让你转啊 韩飞当才是一不小心失误 滋生了这个想法 但是 自己都绕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和白雾之身的距离虽然可不远 但是在如此多的镜子照射之下 自己恐怕真的很难在短短鼠息之内就找到白雾之身 况且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 直接让航海万象已止不救完了 可惜 今日三次机会已经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用完了 韩飞也别无他想了 当即 一个双子合一 回去了 第三天 时间刚刚一过 韩飞就掏出航海万象已来 这回 韩飞是直接掏出来的 他心道 如果镜子里面的自己是真的 那他们的航海万象已难道也是真的不成 随着韩飞心念一动 我的本体在哪里 可这一回 让韩飞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航海万象已继续无理头旋转 到处都能转 似乎到处都是自己的真身 各归儿子的 韩飞不禁暗骂了一句 航海万象已坏了吧 这特娘的怎么搞 如果镜子里的自己 全都是自己的本体的话 那自己算个啥 但韩飞还没慌乱 他立刻在问 我唯一的本体在哪里 只是 结果依旧是一样 似乎这里出现的 都是自己唯一的本体 忽然 韩飞心头一动 双子神术再次展开 韩飞问自己的黑雾之身在哪 结果一然 航海万象已依旧在胡乱转动 这不 现在连韩飞自己都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了 这片空间 让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普通韩飞一屁股坐在地上 背靠着镜子 黑雾之身和白雾之身 两者相对 黑雾之身看着满眼全都是白雾之身 不禁无语 这如果带出去打架 那肯定特虎人在 怕是敌人都不知道自己本体在哪 因为连特么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本体在哪 而白雾之身和黑雾之身 都漫无目的地扫视周围的镜子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而镜子里的自己也在看向自己 咦可忽然间 黑雾之身和白雾之身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惊一声 在那一瞬间 韩飞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碧玉石桥 想起自己站在桥顶上 看着桥下的样子 那会儿 也是自己和另一个不太存在的自己在对视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感觉 刚才突然出现 难道 这镜像空间和大道有关 第1999章悟道阴阳 当韩飞看见那么多个自己在和自己对视的时候 莫名就想到了在碧玉石桥上和和桥下的自己对视时的场景 在刚刚那一瞬间 韩飞甚至都迷糊了一下 双子合一 韩飞不再施展双子神术 他忽然觉得 好海万象一让自己从这个入口进来 意味着这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怎么最适合 就刚才那一瞬间的感觉 然给韩飞觉得这个世界 很契合自己的大道 但是 自己的大道是什么大道 是一个根本未知的大道 连自己都还没搞清楚呢 似乎想到了什么 韩飞闭幕 静心修炼 又过了一天 一天后 韩飞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这个空间里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在哪 这一回 韩海万象一没动 意味着这里没有其他人 韩海万象一也没有失控 韩飞立刻问出第二个问题 这个空间里 有没有什么非人的力量 在注视着自己 韩海万象一 也就没动 这也就意味着这镜像空间 完全就是一个封闭式的陷阱式空间 第二个问题问完 韩飞心念一动 身前出现了一道碧玉石桥 当然了 在镜子里面 同样出现了无数的碧玉石桥 只是韩飞也不管他 一口气爬到了桥顶之上 当韩飞登上了桥 就已经看不见外界了 而在其他的镜子里面 韩飞的人影消失了 而镜像空间里 只剩下了一座碧玉石桥 韩飞站在桥上 和桥下身影对视 韩飞这么尝试 已经不下千百次了 只是迟迟不能误 他完全搞不明白这大道是什么 但是这一回 只听韩飞喃喃道 假作真是真一假 我是真的 你也是真的 我是假的 你也是假的 所以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现在的我 未来的我 其实都是我 韩飞好奇 在桥下那个身影的后方 是一片朦朦的雾气 自己从来都只是走到桥下的时候 就已经获得了大道的力量 在想尝试往前 就没法走了 就得出来 但韩飞今天突然有了一些莫名的想法 他突然侧过头来 趴在了桥上 往桥下看去 而不是往台阶下看去 以前整座桥体被白雾所覆盖 那会碧玉石桥还未显露真容 一直到整座碧玉石桥都出现了 韩飞以为自己看见了碧玉石桥的全部 但是 真看见了吗 镜像空间的存在 让韩飞意识到 自己以为是真的 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可能镜子里面的自己也以为自己是真的 就像镜子中的你 是相反的 难道一定要用镜子 才能产生相反的这种念头吗 果然 当韩飞往碧玉石桥的桥下看去 却见桥下 不知道何处竟出现了一片倒影 就像是桥本该就是立在水中的一般 而水面之下 也有一个碧玉石桥 而桥体的桥洞 和桥身倒影出来的模样 像极了一个圆 所以 韩飞就感觉 碧玉石桥上真的就自己一个人吗 因为 桥下的倒影里面也有一个自己 韩飞当即回头 向来处看去 这是韩飞以前从未想过的 因为他就是从下面上来的 但是 当他向来石的方向看去时 发现那桥下也站着一个自己 末日 韩飞只觉毛骨悚然 果然 这镜像空间 给了自己一个启发 让自己意识到 自己在自己的大道里面 只是自己以为自己是本体 而实际上 或许在对面那个自己的眼里 自己才是那个站在这里没动的模糊身影 孤独 韩飞咽了口唾沫 怎么破 怎么破 韩飞的脑门都生出汗了 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大道 就好像 就好像碧玉石桥是在轮转的一般 自己在上桥的同时 倒影里自己其实在下桥 自己在下桥的时候 倒影里的自己 其实在上桥 如果自己相反去看的话 那么自己往碧玉石桥下走 真实的是自己在下台阶 还是自己在上台阶 如果是下台阶 为什么自己要承受那么庞大的压力 如果自己是上台阶 那自己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岂不就变成了自己以为的上台阶 其实是在下台阶 自己以为的上台阶 其实是在下台阶 所以 韩飞最后分析出来一个极为可怕的事实 自己 或许从来都只是大道中的一个倒影而已 这让韩飞惊悚 如果自己一直是倒影 那为什么自己会觉得自己是本体 不对不对 韩飞连连摇头 我就是我 我就是本体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倒影不到影的说法 因为即便自己是倒影 那对面另一个自己在上台阶时也会承受压力 那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倒影了 韩飞深吸了口气 如果换一个用想法呢 例如如自己的阴阳大道 自己其实是阴阴阳 两道深 那么当自己下台阶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个自己在走向同一个终点 就像是阴阳结合 双子合一 实力理所当然就被增了 事故 之前自己下台阶之后 实力攀升三倍 会不会便是因为这个道理 随着韩飞如此一想 惑然之间 韩飞就感觉乔生开始微微震颤了起来 韩飞感觉到 自己的阴阳大道正在溃散 什么情况 韩飞连忙下台阶 因为担忧阴阳大道出问题 所以韩飞也没在意下台阶时 自己竟然轻松了许多许多 当韩飞下到七层台阶之下的时候 立刻在三条大道中切换出阴阳大道来 然而 这时候的阴阳大道在韩飞眼中开始溃散在 但是这种溃散 并不是崩溃 就看见阴阳大道化作一黑一白 两道雾气 一道霉入碧玉石桥之上 一道霉入碧玉石桥的投影之中 翁韩飞豁然被碧玉石桥挤排斥开来 等他回神 已经站在了这片镜像空间之中 虽然韩飞很想继续看看后续碧玉石桥发生的变化 但是此刻让韩飞极为兴奋的一件事情出现了 他在刚才运转了大道 此时 只感觉自己的实力暴增三倍 哈哈哈哈 韩飞顿时激动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这让韩飞不禁咧嘴大笑 大道感悟加深 运转之时 效用重回三倍之力 这让韩飞如何不激动 本来 虽然他的实力一直在暴涨 在他力量20万浪的时候在 就能勉强爆发出50万浪的力量了 等他力量25万浪 运转大道爆发的力量只有50万出头 等他现在力量29万浪 接近30万浪的时候 运转大道爆发的力量其实并未增长 还是50万出头 甚至有减弱的迹象 韩飞甚至以为 随着自己越来越强 大道的效用就越来越低 现在看来 其实不然 终究只是自己没懂自己的大道而已 运转大道 三倍爆发 力量只比90万浪 何其恐怖 韩飞只觉 暴乱沧海 屁海境内 自己已无敌手 谁说力量不能作为衡量战力的标准 现在的自己 力量数倍于暴乱沧海屁海前十的强者 怎么不能碾压 当然了 韩飞也没高兴多久 当他想在照碧玉石桥时 发现碧玉石桥净召唤不出来了 虽然有所震动 但是却不出现 韩飞怀疑 可能阴阳大道的崩溃有关 但韩飞不免怀疑 阴阳大道到底是崩溃了 还是融入到了碧玉石桥当中了 可惜 这些只能以后再研究了 现在 韩飞在看这镜像空间中无数个自己的时候 顿时就生出了想法 就如同自己在碧玉石桥上的时候一样 倒影和自己合二为一 便算是两相融合了 那么 如何让这镜子中的万千自己 走向自己呢 就看见 韩飞双子神术一展 整个人化作黑白两片雾气 双子神术的最纯粹的原始形态 便是现在的雾气形态 黑雾之身虽然无法被投影 但是白雾之身可以啊 就看见白雾之身直接贴到了一个四方的镜体之上 彻底地将这镜体四面全都封死 只看见 镜像的无限延伸 一时间加将整个镜像空间都变成了一片白雾蛟龙的样子 翁韩飞豁然间 心头一震 猛然睁开眼 自己分明已经站在了那祭坛之上 孤此时的韩飞 被生冷汗 额头也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实在是这考验太过诡异了 想要通关 全特么得靠物 自己这物法 其实是间接地受到了航海万象仪的指引 否则谁特么能想到这个 若是没有阴阳大道 没有碧玉石桥 不会双子神术 自己怎么从那鬼地方出来 韩飞庆幸的同时 也心头警惕 这地宫实在是太难闯了 处处都要命啊 好在 现在是出来了 韩飞立刻朝着那铜镜看去 在韩飞看向铜镜的时候 似乎是感觉记住好像遗漏了什么念头似的 但他并未在意 而是一脸兴奋的走向祭坛中央 第2000张贪婪的珠宝骨架 等待韩飞走近这铜镜 眼中信息浮现 名称无限之镜 防品介绍此镜为阴阴阳号天镜的防品 可映照敌人并主动将其收入无限之镜 用以困住敌人 破坏无限之镜的办法 要么从拥有超过此镜禁锢的力量 要么寻找到破镜之法 无限之镜仅对铜镜施展有效 且一次只能困住一人 若长时间被困 三年之后会被净化 品质下品神器 复魂无 效果无限困境 可重铸 未练化 备注因为是防品 所以功能十分单一 此韩飞不禁吸了口气 下品神器 一个防品 如果这都算是防品 那正品得强到什么地步 韩飞心头一震 果然是祸福相依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这无限之镜虽然功能上的确是比较单一 但是仅仅是这单一的功能 就可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群常人要是被困在这里面会干嘛 八成是第一时间试图出手打破此镜 韩飞不由想象了一下那画面 真的是所有的地方都在朝你反射攻击 若是你敢用全力 自己能被自己活活打死 至于要找到破镜之法 呵 自己也是多搬领悟之后 才顿无出破解之法的 就这 韩飞都感觉自己已经很聪明了 若是旁人在里面 指不定这会儿已经把自己给搞死了 所以 不管这什么无限之镜是不是一个防品 就目前来说 其功能之强大 连时光束都能困住 就这已经是神迹了 韩飞心头已经做好准备 却见他心头一动 不论如何 此境得认主 若是怕气血不如 自己有的是机缘让自己气血暴增 事故 韩飞单手往这无限之镜上一摁 体内精血流逝 不过出乎韩飞预料的是 精血流逝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夸张 仅仅是流逝掉了六成 这下品神器就被自己给收服了 而且还没有什么阻碍的那种收服 翁天起神术降临 韩飞心念一动 收起无限之镜 身边数以千计的灵果出现 接连崩碎被韩飞几口吸入体内 滋生纯纯精血 至此 这重巢森林 韩飞觉得自己应该也是走过了 之所以航海万象已指向这里 多半是他冥冥中在这回获得的好处最多 所以才选了这么一条路 但是这条路能不能称得上是死路 韩飞觉得必死无一道也不一定 但九死一生是肯定的 即便是自己都如此费劲 那旁人能轻松 韩飞想象不到 万一对方被困在镜子里面三年出不来 后面就得有可能被净化 变成一面镜子 而韩飞想起在无限之镜里面看见的镜子 希望那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如果那都是人变的 那就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片刻之后 当韩飞气血补充完毕 并没有着急的继续去探索地宫 一个 刚刚经历了这么多 说实话 得消化已一下 另一个 他对碧玉石桥 还有一些疑问 想等两天看看 看碧玉石桥会不会已经稳定 自己能不能再进去了 而今日 韩海万象已还有一次使用的机会 韩飞心念一动 此间还有没有适合我的机缘 结果 韩海万象已并没有动 韩飞也不在意 因为自己得到的机缘已经不少了 一百多万斤的地脉精华和无限之劲 仅这两样 这趟地宫之行 都算是值得了 三天后 碧玉石桥还是无法召唤出来 但是韩飞尝试着调用阴阳大道的力量 这力量是可以正常调用的 没有什么问题 既如此 韩飞也就没在等待 终究 此间的危险 对自己来说已经不是危险了 本来狂暴如潮的虫潮 现在又变回了森林的模样 那些虫子把自己又伪装成了花草树木 既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机缘 韩飞也就没再去闯 难道自己去找毒吃吗 至于要怎么离开 这个也简单的 祭坛的存在 似乎就是为了传送 在韩飞取了无限之镜后 在祭坛的在地上 就浮现起了一根根阵法线条 虽然不是自己常用的传送阵 但其中传送阵的构建 韩飞还能分清楚一些的 只是 传送阵看不懂的地方 更像是一种特定的坐标和地点 事故 韩飞猜测这是一个定向传送阵 而且传送过去的地方 应该不简单 因为想要传送过去 需要多刻画一些复杂的阵文 既然自己都到这里了 那么这传送阵 自己当然是进也得进 不进也得进 要么 自己就在祭坛上盘坐三年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韩飞终究还是毫不犹豫地 以灵气点亮了这个传送狠 传送阵一亮 整个祭坛下有虚空入口被打开 阴阴的光芒一冲 韩飞的身影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韩飞周围环境刚刚亮起的时候 只感觉周围金灿灿 华丽的光芒差点没刺瞎他的眼睛 等韩飞定睛一看 就看见这里真的的确是一座真正的宫殿 珠光宝器的大殿 殿内 穹顶香金茜玉 各种玉髓珍品 明珠妖丹 镶嵌的整个宫殿穹顶都是 而四周的墙壁和主子上 也都稀有奇铁玄金 金珠宝玉 闪钻银粉 韩飞这世站在了大厅的入口处 身后一扇金光璀璨的大门 身前是一艘连船版都是由宝贝打造的 八十余米长的大船 这整艘船上 级别最低的 就是尊者近海妖的妖珠了 在大船之外 还有一些冲锋陷阵的 黄金狮骸和他们的各种天赋灵魂兽雕塑 只是 不管是人 还是天赋灵魂兽 随时通体金色 但全都只是一种雕塑而已 只是做得太精致了 之所以说精致 哪怕你给一具干尸身上套满了黄金和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 你依旧会觉得这干尸还挺精致 反正 用一句话概括 这座宫殿金币辉煌 任何物件都意义生辉 价值连城 当然了 感知依旧没法用感知 但韩飞却听有人喝道 谁 韩飞心头一动 有人 看来自己还是遇着人了再 但反正韩飞又不怕他们是皇者 如果是自己对手的话 那就一并干掉就对了 只是 当韩飞越过了这艘大船 远远就看见有这里竟然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 是琉璃天邱月明 虽然当初自己并未跟他交手 但是也算是有过几面之缘 邱月明在看到韩飞的时候 也是心头一惊 韩飞竟然也到了这 韩飞一看另外俩人 其实也算是认识 那还是在去王允之地的时候 冰雪初灵给自己介绍过的 一个手持长笛的女子 是范英天的公主梁英 而那单寿却精神绝朔的男子 是恋神天的公主 许恋 这三人此刻明显没有呈现敌对之事 可见三人相处还算友好 没有出手的打算 但是 梁英和许恋在看见韩飞的时候 纷纷神魂一阵 顿时间警惕了起来 这凶人来了 会不会对自己等人出手 韩飞的实力 他们虽然没有领教过 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清楚 这是一个从北洛城手里 抢走了阴阳天和水木天的家伙 这是一个敢抢劫泰 轻功并顺利逼回何道元的可怕角色 这还是一个短短数十年就足以制霸 暴乱沧海批海径的绝世天骄 但是 他们心里的韩飞 心狠手辣 手段直接 向来都是单刀止入 只取中共那种卫行的 看看武航天 看看要王天 再看看之梦天 哪一个不是被韩飞搞得乌烟瘴气的 而韩飞在看见他们之后 然后就将目光看向了他们身后不远处的 一个王座 那王座上 半躺着一具玉化的海骨 海骨身上那穿金带银 红宝石 蓝宝石 绿宝石一堆 头戴六色花环 身上披着似乎是有某种金丝之称的华丽长袍 就像是一代帝王似的 在这王位之前 有一放青铜牌 上面从左到右摆设着一些奇珍异宝 有定海异宝 有奇异宝石 有极品灵果 还有诡异俘禄 韩飞不禁道 这不会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帝尊吧 韩飞一步间来到这三人身边部远处 许烈和梁音纷纷呈现防守姿态 秋月明 别靠近 韩飞歪头看了秋月明一眼 微微点头 你们是直接来到了这里的 说完 韩飞有看向许烈梁音 淡淡一笑 两位放心 只要不是我阴阳天的敌人 我是不会出手的 本作没有传闻里那般是沙 曲练微微拱手 见过阴阳天之主 梁音 见过韩飞道友 我在来此之前 已经经历三处显地了 这是第四处 曲练 这是我进来后的第二个地方 邱月明 我也是经历了三处显地 才来到这个地方的 在这里 待会儿你会听见一道声音 想你所要一件珍惜的一宝 只要宝贝的档次 满足了这人的需求 他似乎才会放行 请回订阅一下